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依然介绍的是集合函数 只不过呢,跟前两次课介绍list和set的集合函数不同的是 我们这次课的主题介绍的是map类型的集合函数 那map类型跟list和set集合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list和set都是继承了collection的接口 而map却不是哈 但是map它虽然也是集合类型 但是它存储一组数据的这样一个底层 底层的实现跟list和set是不一样的 map的话呢,针对于每一个元素,每一个数据元素 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键的存在 对应的键的存在 那也就是说它是以键值对的形式来存储一组数据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API哈 API我这里打开的依然是java.ut2包 ut2包里面包含了集合类的这样一个各种类型的接口和类 比方说list,set还有map map的话这里介绍了哈,是将键映射到值 也就是说,针对于它里面的每一个数据元素都会有一个对应的键 每个键呢,最多只能映射到一个值和一个数据元素 而一个映射呢,不能包含重复的键 好,这个就是map集合类型的一种特殊实现模式哈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依然还是用代码 用代码来解析一下这个map 它是怎么实现的 新建一个代码方法的类 好,我就叫做map test 好 那么接下来哈,因为map是一个接口 所以map类的对象是不可能实力化它自己的 不可能溜它自己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看它的实现子类 针对于map类型来说 它的实现子类有非常重要的三个 分别是哈西map,treemap和哈西table 其中哈西map在底层哈 是通过哈西哈 通过哈西函数来实现的 而treemap呢 则是通过二叉数的这样一个数据结构来实现的 那接下来我先一一介绍哈西map 哈西map map等于new哈西 map 好,倒错是因为没有把它倒进来 这是加瓦已经做好了的东西 好,也就是说我这里调用了它一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它的构造方法的确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不带构造方法的 不带构造方法也就意味着它的初始容量和16 好,16 那接下来的话 它可以放16个元素哈 初始容量是可以放16个元素的 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放数据了 跟list和set的add方法不同哈 这里用的是put 记住是put方法 来放好,数据元素 那怎么put呢 map点 put 好,key和value 记住这个key也就是键 它也是对象类型 值value也是object 对象类型 也就意味着它其实是用对象来索引对象 比方说我都可以用这个字符串类型哈 反正它们都是object类的子类 AAA 好,同理 map点put get s002 bbb 好,我现在就放两个元素 那接下来我该如何便利呢 好,便利的话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这里用的是get方法哈 get方法 好,怎么get呢 map点get 记住它的参数用的是object的key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通过key 哈 来获取key所对应的value的值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印出来看看哈 保存 一行看看 诶,也就是说 我可以哈 根据s001获取这个键 s001所对应的值AAA 同理我也可以获取s002的这个键为s002的值BBB 但是如果我写一个并不存在的键呢 诶,它输出来的结果是NOW是一个空值 好,这个呢 就是哈西MAP 它存储的方式是键值对 来代表一个数据元素 也就是说针对于每个数据元素一定会有一个键的存在 那键的话可以重复吗 好,看看 好 键可不可以重复呢? 现在我很明显,PUT两个键都是s001 那么这个MAP的类型的长度是多少呢? 咦,输出来的是BBB 那这样子吧 好 我用一个刚才在API的时候 看到有个方法叫做size方法 很明显我本来哈 我认为我是放两个元素 只不过两个元素的键都是s001 那接下来看看 诶,你会发现这个size哈 它的长度是1 也就意味着虽然我PUT了两次 但是因为它们的键是同样的 它会认为是一个元素 也就是后面的值会覆盖前面的值 好,除非我把键修改一下 让它不同,size就变成了2 好,这个就是MAP的一个实现子类 哈希MAP 那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实现子类叫做TreeMAP 好,我们也可以构造一下 构造以后的话呢 它依然也是有一个PUT方法的 但是也有GET方法 好,也有GET方法 来根据键来返回值 但是它跟哈希MAP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这个地方 看一下 这里写了没有哈 嗯,该映射就是哈希 这个TreeMAP是根据键的自然顺序来进行排序 好,也就是说TreeMAP它其实元素是有序的 是有序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除此之外 还有哈希Table 哈希Table 哈希Table的话呢 是也是实现了这种哈希表的这样一个方式 将键映射到相应的值 记住任何非now的对象都可以用作键和值 那这个是哈希Table 哈希Table它也有PUT和GET方法 那因为这些方法都是继承下来的比较类似的 所以我这里只演示了 只演示了哈希MAP 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哈 MAP类型的这样一个集合 对象跟List和Set有什么不一样呢 哈,就在于这里 虽然MAP也属于集合系统 但是和Collection接口不一样 它是一个Key和Value的映射集合 其中K列它就是一个集合 K不能重复 但是Value是可以重复的 它的三个主要的实现类分别是 哈希NAP,TreenAP和哈希Table 好,这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